在敘利亞飽受戰火摧殘的西北地區救援人員星期二表示 一個直升機在陷入包圍的阿拉伯附近一個城鎮投下了有毒氣體 至少有30個人主要是婦女和兒童受到毒氣傷害 救援人員說毒氣在晚間投放的 投放地點就在抵抗力量擊落俄羅斯直升機的地方附近 現在還不清楚化學毒氣造成的破壞程度 星期二晚上得到的有關實施毒氣襲擊的說法互相矛盾 試圖突破阿拉伯包圍的抵抗力量 和包圍這個城市的政府部隊互相指責對方使用毒氣